Omicron浪潮本土大爆发 这个周末金融坡市区依然出现人潮 但是数量有所减少 病例再度回弹 一些受访的华裔就表示 已经减少或是取消新年聚会 有足同胞则普遍担心开斋节防疫措施升级 病例飙涨 目前国内快筛试剂和需求量暴增 不过专家就提醒检测方式一定要对 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出现了症状 尽管显示一条线也不代表安全 要阻断病毒 如今极度考验功德心和防疫意识 确诊病患大幅飙涨后的首个周末 吉隆坡市区人潮对比前阵子的周末不算多 但车水马龙的景象显示 这里一点都不冷清 红绿灯还有警察叔叔四处巡逻 确保大家遵守日常防疫准则 我国疫情还没迈入地方性流行病 但迟早会进入这个阶段 如同大家所看到的那样 刚才警方就在现场提醒大家 要注意人身安全戴口罩等等的 记得要照顾好自己 那另外现在是大约下午两点 艳阳高照下人潮依然不减 而且还有龙师团在现场表演 就现场也聚集了一些人观赏这个表演 那现场是年位十足的 老百姓防疫意识普遍提高 暂时主动减少堂食 待望送餐员生意 一些情侣提前庆祝情人节 受访的花店业者也说她的生意蛮好 受访的马来同胞担心五月份 无法自由欢庆开斋节 当然我担心因为现在已经在海派 全部都会要聚集成与 keluarga 所以如果来到新冠疫情 当然当然不可以聚集成与 尤其是住在遠方 也不可以转到国家 所以真的挺担心的 现在是20,000元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因为要说没有冠疫情 全部已经冠疫情 只有一些冠疫情 然后也不知道 也有民众抱怨 一些人缺乏公德心 有风险却不主动隔离 有一些人确实是 coast contact了之后 他咽了 他就还是出去跟朋友 我是觉得 你至少做好PC案 然后隔离完五天 你才出去跟其他人接触比较好 如果他是有症状的 如果是一条线 那是不安全的 因为有可能 他的病毒的载量还不够 他太早做这个test 所以他应该要在24到48个小时之内 再做一次 如果还是硬心 然后他还是有症状 他应该要去做那个PCR test 马大医学院社会与预防医学系教授 梅凤铭提醒 如果没有症状 但怀疑自己有风险 建议第三和第五天做唾液检测 还有一点绝对不能搞混 凡是属于密切接触者 就必须依照疫苗状态 隔离五到七天 至于唾液检测方式 不是随便吐一吐口水就了事 如果你是没有痰的 你就这样刻给他那个口水 我做也是我没有痰是很难 也是要这样刻给他有一点口水 不是只是将口水 将口水吐出来是不准确 检测结果请耐心等待15分钟 别看到一条线就兴奋的马上丢掉 虽然情况罕见 但难保第二条线 不会在几分钟后出现 口水量也请依据试剂盒的说明 太多就到掉一部分 巴特空间许文杰 吉隆坡报导 你这手抓着